都说娱乐圈里非常幸福的模范夫妻 继分手大学之后呢 邓超玉白梅导演的第二部喜剧 《恶棍天使》又来了 10月20号呢 两位导演带着主演孙丽亮相 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邓超呢 这一次竟然包上了一艘邮轮 在船上和媒体交流了起来 有请我们的恶棍 邓超 发型乱了 人好好的发型 还是因为头比较大 这个代表还是你 为了让大家牢气 《恶棍天使》圣诞上映这事 发布会特地做成了圣诞派对的形式 导演兼主演的邓超 更是戴起圣诞帽营造气氛 不过超哥既然想要戴帽子出场 咱这发型就别输得那么顺流了 您瞧这很难固定住道具的 为了给自己挽回点帅气的形象 邓超才走起了才艺路线 现场唱起了自己朴瓷的电影主题曲 娘娘我做了 哎呀这跳得好专业 谁让你们找这么专业的 这是对嘴吗 不过当他发现自己竟然被半舞姑娘们 抢走了风头 超哥立马不盖了 你们完全是跳自己 不互动吗 群舞都得是这样的嘛 我一个往前走 你不要靠近我 我向对你说 我们是家 越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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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那可能太怕 我们娘娘是在 娘娘在楼下 没事 我们是家 我们是家 虽然此刻孙丽还未站上台 不过为了防止娘娘一会生气 忍不出赐一个一丈红什么的 主持人赶紧出面 结束了这场舞蹈 为了避免不受控的邓超 在搞出什么腰盒子 大家一致认为 赶紧请出娘娘才是极好的选择 欢迎我们全世界 全中国 Everybody 我心目中永远的女神 孙丽 我的Angel 欢迎 瞧瞧孙丽娘娘一出现 刚才还一副 要不能停的模样的邓超 立刻收脸 单膝下跪嘴巴莫密 一秒变身 瞪狗腿 Oh my God 你不在这里 我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我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把这个发布会啊 这个活动收得稍微正常一点 来 这都搞的什么东西 不言瘴气的 这个地方 大家好 我是森丽 哇哦 哇哦 美丽 哇哦 amazing so cool so great 不过 男的当天的威慑力 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 三分钟之后 超哥再度失控了 平常的超哥都是这样子吗 每天起床都要这样 就是 哇哦 哇哦 Angel 好美的简直 儿子看 看你妈多美 对对对对对 对不起又冷了 哇好美 Angel Oh my God 我们以后 就我们一旦有冷场 超哥就出来救场 对 好不好 我都不能往那边看 真的 没有办法 谁让当天是电影恶棍天使的发布会呢 邓超不仅是电影的导演 主演更是主办方 这个场地的扛霸子呀 即便是娘娘清零 也要给超哥三分薄面啊 今天导演 我出门之前 主顾我 好好表现啊 我一定会的 我有这样吗 怎么没有 怎么可能 很感谢两位导演 给我如此美妙的机会 真的真的 不是开玩笑 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给你再真诚一点 讨厌 真的感谢两位导演 给我如此美妙的机会 让我演扎小刀这个角色 我觉得 因为这个角色以后 我会爱上演喜剧 然后再也不想演哭戏 因为演哭戏真的很累 当然了 你也别以为邓超 这就翻身做起了主人 瞧瞧娘娘发言的时候 邓超这不自觉就抬起了手 看来他骨子里 依旧是个气管炎呢 你知道吗 邓超怎么说 天鹅怎么说 那个我往下 我往下一个 终于找到 治他的那个点了 早知道这样 邓超你前面就不要成能了 要知道这次电影 请孙力出山 身为老公的邓超 就插门给跪了 他们找我聊的时候 他们说除了对剧本上的意见 你对拍摄我有什么要求吗 我就提了一点 我说我不要熬夜 因为我太知道 他们的工作习惯了 他们拍分手大师 真的快把羊蜜快熬疯了 他们拍嗨了 根本不知道别人饿还是困 就是真的可以 二十个小时这样拍下去 我说我还是一个 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还得管寒 所以我说在完成女演员工作的同时 我也希望我能够有正常的生活 可以做个妈妈 也可能是傻人有傻福吧 这次孙力参与了 邓超导演的作品之后 对他家里这位 智商为零的老公 倒是有了新的改观 而且拍了戏以后 我觉得我越来越崇拜邓导演了 说真的 因为他在生活当中真的是 真的为零 就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拍了戏 我突然恍然大悟 就他所有的能力和他的智商都在片场 今天我回去 我说哇 邓导你今天在现场太帅 他说真的吗 本来新片即将上映 强势老婆对自己又产生了崇拜感 邓超最近应该风光无限才是 不过由于今年六月 邓超被各大营销账号爆料出轨 双方最终对不公堂的事件 还是让这样祥和的气氛有些尴尬 因为上个月该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 反正因为找不到被告 案件审理搁浅了 今天正好夫妻俩都在场 我们也赶紧关心一下这个糟心事吧 上个月的时候 有说您之前那个官司被告找不到了吗 那不知道现在进展怎么样 这个 那个事情呢 就是就是按部就班的在往下走 对 包括这个找不到 也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台阶 就是他就是这样走 完了之后呢 法院可能有他自己的 下一步的一个方式方法 行为在线上还采访不到